外传由中共政法委亲自下令执行的湖南六四铁汉李旺阳被自杀冤案 到今天已经整整两年 包括香港有线电视记者林建成等9个人 星期天带了鲜花要到湖南邵阳去拜祭李旺阳 但不到10分钟就被警方扣押 一直到当天傍晚才获得释放 曾采访过李旺阳的香港有线电视记者林建成等9人 中午到湖南邵阳拜祭李旺阳 但其中三名大陆人被公安带到派出所 而林建成和四名港人以及一名大陆司机 则被带到墓园办公室内被扣留5小时后获释 临近六四25周年 一直为李旺阳呼吁的香港支联会主席李卓人 批评中共草木皆兵 2012年六四前夕 李旺阳在接受林建成采访后 离奇被自杀 激起国际社会的愤怒 林建成曾公开批评 这是赤裸裸的暗杀 据悉 暗杀令是由中共政法委高层下达的 中共前政法委总书记周永康 其后又直接批示 导致三天内李旺阳被毁尸灭击 新唐人记者梁珍在香港报道